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面我们就提到一个公案 在《文昌帝经英字文广义节律》里面 有提到这个公案就是 周安氏他的同乡 他家乡的一个世事的宗伯 宗伯就是古代一个官名 他叫顾兮丑 他在温州内 坐江温州内 被副将赫金鸟杀害 那么没有多久 顾兮丑就降机在他的学生张条顶的家里 那他就跟张条顶讲 他说我全身误杀一条蛇 这个蛇今次转身为赫金鸟 6月16号在江中杀害我 这是英国应该承受的 你可以告诉我两个儿子不要报仇 这个故事让我们警惕了 这什么 这英国不空 那么当时张条顶 他还不知道故宫已经死掉了 他就马上派人到温州去查房 那么当时泰昌县人 吴郭姐在温州江新市宴警 顾兮丑 第二天顾兮丑就被杀了 你看 他到死了前一天 他还给人家招待到江新市吃饭 第二天就死掉 早晨就被杀害了 那么张条顶 就派遗夫四次去找尸体 没有发现 当天晚上 顾兮丑 就托梦给张条顶 他说我前世是天台山的僧人 他是出家人 你看他前世是出家人 这一次得到福报 担任什么 宗伯 宗伯是古代的官民 他是古代六亲之一 相当于礼部尚书 礼部侍郎 等于当部长 前世当天台山的僧人 这一次有福报 当礼部侍郎 当宗伯 这叫做三世约 前世学佛修行 纵辅 今世得到富贵 那赵卫就会来生受保 还好 他是天台山的僧人 他有绝招能力 他知道因果 所以他死了以后 他就知道 他前世杀了一条蛇 那条蛇在脱胎 当他的副将 赫金瑶 你看到他旁边当他副将 阎金赛主在你旁边当副将 后来把你杀掉了 丢到江里面去 多可怕的阴光 所以他 这个顾熙叫他儿子 他托梦给他的这个学生 告诉他说 叫我儿子不要报仇 为什么 他不想圆圆相报 他知道 虽然他是出家人再来脱胎的 但是不灭因果 不是不落因果 是不灭因果 然后他怎么跟张条顶讲呢 他说你前世是我的徒生 你看他这次又见面了 变成什么 变成他的学生 前世他张条顶也是出家人 但是你是我的徒生 我是天台山的僧人 你是我的徒生 到这次来 一个当中博 当礼部师 一个呢 也是当他学生 两个有缘 所以你向魔水湾去找 就可以找到我的尸体 后来张条顶 按照他梦中所讲的方向去找 果然找到尸体 装入棺材 送回昆山埋葬 这个故事是朱安世纪是亲自讲出来的 这是历史真实故事